像麦赫尔,乔丹和东宁尼克, 丁尔军斯这样的名人堂球员, 都在级明星招麦西间, 都有他们最经典的标志性时刻, 后来的明星球员, 则将这项色是, 作为成为嘉宾会小明星的敲门装, 一句克兰就能够是倒流传, 许多点级明星, 在过去20年里多出了这个机会, 在篮球场上让我们大开眼界, 今年的参赛选手东宁斯, 史密斯, 约翰, 克林斯, 茉莱斯, 布里奇斯和哈尼布, 一样如果愿意回头看, 一定可以分析, 他们还可以达到更高的标准, 现在, 就让我们卫明城上两千年以来, 克兰大赛上最精彩的实际克兰, 评判标准, 难度, 尽管大多数像我们这样在家看直播的人不借助TZ都通不到篮框, 但大多数MBA球员都能轻松做到, 最好的克兰一定是真正脱颜而出, 很少有球员能够复制的那种, 原创, 做一些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动作, 是一个允许证义的好办法, 致敬很棒, 特别是在搭配上一身复古的球衣, 但你不能给他们超过原创更高的评价, 并向深刻程度, 你可能会在克兰发生的当时有之疯狂, 但多年后你还会记得他们啊, 这就是创造力能带来的记忆点, 虽然道具和服装有时候很俗气, 但他们都是热气的一部分, 个人努力, 虽然富必富, 那时投球成本阿乃尔, 斯塔德乃尔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但是克兰本身并不比传球精彩, 空中机率是一回晒, 但参赛者也应该竭尽全力, 10.2011年, 比雷克, 格里芬飞乐器车, 如果剧除所有的兴趣性,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克兰, 甚至不会让你在一场比赛中转过头, 那不如此, 这是过去十年克兰当费中最具标志性的时刻之一, 比雷克, 格里芬为我们带来了一梦叫车, 和一个唱诗班, 高唱, 我相信我能高飞, I believe I can fly, 这些可不是你在篮球场上, 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 如果他飞乐的不是隐形在来世车顶, 那么这具克兰, 将会是第一名, 9.2011年, 加尔尔, 那机客说完这具克兰, 在当时看上去, 是没有格里芬的飞乐器车克兰, 那么有戏剧性, 但不能抹杀他的尾巴, 加尔尔, 帽姬绝对值得因为这具开创性的特兰, 而对适用铭记, 当时他将球同时刻进了两个不同的篮框, 双智力和手脸协调性, 提高了他的难度, 而且帽姬超长的臂长, 也让其他球员, 很难具备完成这一动作的身体条件,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能做到这个动作, 很明, 1. 4. 和马尔, 德鲁藏也运用同名人的另一具克兰, 而值得被提名, 万年, 他差点用头碰到篮框, 但是那些的尝试更加独一无二, 更加难以复制, 8. 2008年, 杰拉德, 格林穿蜡烛杰杰拉德, 格林在2007年, 赢得特兰当分冠军大币粉刻的是超高营运等的弹票力, 2008年, 他决定交易更多的创意, 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穿蜡烛表演, 他真的在篮框上放了一个插着蜡烛的纸杯蛋糕, 格林不仅允许赢得了原创的加分, 还在克兰过程中, 通过他的嘴, 能够流浪宽, 足够据显示出他的头部能够达的高度有多高, 格林最终能能用选成功, 但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最低估的克兰之一, 7. 2009年, 内特, 格林穿蜡烛杰克, 贵华德作为一位三届克兰当赛冠军, 第米75的内特, 格林穿最令球与兴奋的就是他惊人的弹票力, 他经验土对人鸡的一届克兰, 帮助他赢得了2006年的克兰当赛冠军, 尽管如此, 他颠峰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克兰, 是他在2009年的比赛中, 越过了他的竞争对手的财特, 霍华德, 特时刘东是一对看超人的情节, 也让这几克兰, 变得更加有趣, 即使他愿意拉了一下霍华德, 他这个身高所具备的运动能力, 也称得上精美天人, 6. 2016年, 扎克, 拉伦防球线起跳跨向克兰阿伦, 哥登和扎克, 拉伦在2016年, 连负奸了史上最精彩的克兰当赛之一, 在拉伦之前, 很多人尝试过从防球线或者防球线里面力量起跳, 到茂克兰, 乔丹的克兰, 仍然是克兰历史上最一人能量的克兰之一, 但2016年之前, 从没有人献拉伦一样, 在这么有趣片的过程中, 完成跨向换手, 而在他之后, 一时段会也更难看到其他人尝试类似的动作, 这是一名特务球员在克兰大战中, 完成的最精彩的一具克兰, 5. 2003年, 结婚, 李查德森的腿间操作结婚, 李查德森在2002年和2003年, 连续赢得了晚届克兰当赛的冠军, 少远了一些我们曾见过的最战略的克兰, 在他所有的克兰中, 最好的一季当属2003年, 他在空中完成跨向运球后所守的一季反手克兰, 他展示了我们曾未见过的动作, 以及他能用头碰到篮空的极限运动能力, 场中的观众和球员们都为之疯狂, 他也轻松地得到李时福, 4. 2008年, 贵华德变身克兰超人, 如果您选择一个英明难忘的标志性克兰, 那么没有比2008年的德怀特, 贵华德更适合的了, 这位在个子之前没有在克兰方面, 赢得他拥得的尊重, 但当他穿上超人的外套, 踢上超人的红斗篷, 在滑球胜里一步几跳完成克兰时, 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完成一剧真正的克兰, 他只是把球扔进了篮网中, 当时在意呢, 他让我们继续了一项伪势的比赛中, 令人难以之心的一刻, 3. 2000年, 文夫, 卡特挂者克兰, 一身最精彩的克兰, 会让观众激动地大喊大叫, 从座位上跳起来, 而这剧克兰, 却让现场变得安静下来, 文夫, 卡特在克兰后, 用手挂在篮网上, 而大观众观众还不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 只有在反复观看重播后, 你才能体会到卡特做了什么, 像他锁定了2000年的克兰大赛冠军, 2. 2016年, 阿龙, 戈登封由吉祥与阿龙, 戈登在2016年克兰大赛中输给了拉人, 但他确实奉献了过去10年中最令人难用的克兰, 戈登将求保持在他的两条腿之下, 身体几乎折叠到了一起, 留下了一个看似篇幅在半空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那一刻他让你感到震惊, 也让你永远不会忘记, 虽然他就那名其他的克兰在难度上可能更高, 但这季克兰, 是他与阿龙的世纪克兰大赛中最漂亮的一个, 1. 2001年, 卡特保360对大风车坐季克兰, 真正分开了新世纪克兰大赛的新篇章, 在中队比赛两年后, 在交上近10年, 没有在克兰大赛上, 看到什么纠彩表演了, 文夫, 卡特, 克雷西, 麦克格雷迪和斯蒂夫, 普朗希斯终于重新吸引了球员的注入力, 年轻的球员凭借出众的弹跳, 和全所谓的独特动作相互战略, 卡特用一个日时针, 320度大风车开始当晚的表演, 这也为当晚的比赛, 乃至基线完20年的克兰大赛定下了基调, 他完成这季克兰时, 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 他成为了历史上最精彩的克兰之一, 这么多年来, 许多人都试图复克卡特, 但没有人能接近,